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袁冰岩偷袭亲了脸颊 诚意虎去一阵 麻溜的就松开手 拉出距离 表情怪异的擦了擦脸 想必 诚意本不打算在营业的现场 与对首戏演员 产生肢体接触 毕竟 在拍戏的现场 除了剧情需要的亲密 诚意一直都对女演员保持绅士手 抱着张雨昕 诚意都是隔空抱 始终悬空的小手 就是不搭在女演员的身上 时间长了 诚意也不嫌累 但是吧 与养子搭戏的时候 诚意就很自然地搭养子肩膀 跟养子贴贴 被养子抱着 诚意都没有一点抗拒 超自然地跟养子牵手 养子需要的话 诚意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 男人就应该这样 对喜欢的人 就应该和别人不一样 诚意的双标体现在方方面面 从沉香如泻 的开机仪式上 网友们就已经看出来了 养子好像是在给诚意让C位 诚意也是在给养子让C位 两人互相谦让 都是因为自己淋过雨 才想着为对方撑伞 养子本人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好 任何时候都不想挡住别人的光环 当然 也因为诚意与养子是多年好友 两人本身就很熟悉 所以对两人的互动 大家一点都不意外 诚意会拥抱养子 会全方位无死角的 呈现温暖的怀抱 相反 诚意跟其他女演员拍拥抱戏 没入戏之前 都是一脸抗拒 对养子就是全身抱住 对别人就是全身坚硬不自然 和其他女演员营业时 虽然同样都是男女主角的CP 同样出席在见面会 但诚意跟张雨昕 铁憨憨营业 都不张雨昕恩爱互动 就是个CP绝缘体 但张雨昕穿着短裙营业 跳舞虽然很好看 但诚意一直都保持绅士风度 丝毫不去关注女生的裙子 反观沉香如屑 得见面会 杨子本人都没来到现场 诚意都依然对姊妹情有独钟 看着杨子的定装海报 自顾自的傻乐 同样是还原剧中台词的名场面 诚意与女演员一起还原时 就是个毫无感情机器的打工人 而诚意独自一人营业 沉香如屑时 没有杨子在 也依然欢泼 还原剧中台词 上来就还原了剧中对杨子的一句告白 夫人不必试探我 我此生为你而已 绝不纳切 诚意说这段话的时候 眉眼带笑 宠溺至极 同样是拍摄剧中的定装海报 诚意与张雨昕就是认真搞事业 和杨子就超级放松 两人又惬意又羞涩地拍照 拍摄时还互相打闹 气氛活跃 还有对其他女演员都是绅士手 只有在杨子面前藏不住了 和杨子在一起拍 沉香如屑 诚意依旧是那个 害羞又紧张的腼腆男孩 拍摄玉桶戏份这一名场面时 导演只是杨子这场戏不是吻戏 只是肚气而已 只需要捧起诚意的脸 可以不用轻到嘴 因为肢体动作微妙 导演允许诚意 可以抓住杨子的胳膊戒力 但诚意唯唯诺诺地 抓了吧 又没敢完全抓 直到杨子主动上手 捉住诚意的手 却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 诚意的手背上 莫名就出现了一道道强势的青筋 青筋爆气 这意味着什么 是充满着禁锢欲的手掌心 两人不轻不重的推拉 欲据还迎的挣扎 手背上滋滋冒油的 到底是汗水 还是浴桶里的洗澡水 这一段 属实是演出了 风批帝君爱上我的感觉 这吻 这首 都感觉好霸道 姓张力拉满 谁还记得 诚意在其他剧组里 对其他女演员 一直都是绅士手的 如果玉桐吻 就已经让人为之疯狂 那么 碧亚吻才是真正疯狂的沉溺 因为画面爆棚到 官方只敢放出演员后脑勺的花絮 压根就不敢给正面镜头 即便不是直戳演员面部表情的镜头 网友们也还是磕到了 因为诚意的手部细节又来了 用力拖住杨子后脑勺的这一下 轻筋抱起 这筋道 有一种要把杨子揉进身体里面的力量 简直是缠绵翡测 温存带感 换气的间隙 两人脸贴脸埋在一起 这距离近的 是完全可以感受到 对方呼吸的吧 这段喊卡之后 诚意与杨子都双双入戏太深 久久都难以忘怀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部剧里 杨子每次经诚意 都是他双手抱着诚意的脸 为什么呢 演员们走不出来 观众朋友们更走不出来 众所周知 在杨子的工作室的花絮里 老是能稍带脚看到一点诚意 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诚意对杨子的偏爱 的确是十分双标的 暑期档不愧是古装剧云集的阶段 有包括莲花楼宇 长相思等众多好剧与观众见面 这些作品不管是口碑 还是收视率方面 都取得了十分亮眼的成绩 而本周猫眼角色热度榜 也已经正式更新 排名前几位的都是 古装剧中的角色 就要说起杨子的小妖 和诚意的李莲花了 诚意莲花楼李向宜 虽然在开播之前 观众对莲花楼 寄予了厚望 但在开播后 这部剧的热度却始终难以破万 由于长风度 创造了破万最快的速度 让不少观众以为 其实能够创造这样的成绩 是十分简单的事情 可没想到莲花楼 却似乎陷入到了魔咒里 终于在剧情的稳步推进 以及众多路人 纷纷自发开启安利模式后 这部剧在迎来结局的阶段 终于成功破万 而诚意在其中饰演的李向宜 以及李莲花的热度 也顺其自然登上了热度榜单的榜首 虽然诚意在以往的作品中 也尝试过艺人分事多角 但在莲花楼 中却再次挑战自我 因为他饰演的两个角色 属于性格与人设截然相反的两种类型 李向宜作为武林至尊 骄傲就是他的本性 然而他化身成李莲花后 似乎再也没有当初的意气风发 极度的性格转变十分考验演员的演技功底 当然了 诚意除了演技再次受到观众的认可之外 打戏也终于证明了自己 在莲花楼中 不管是红丑武剑 还是他的相依太监以及婆娑布 都将武打美学展示到了极致 让观众重温武侠的震撼 杨子长相思 小妖其实在莲花楼 热度破万之前 长期战据猫眼角色热度榜单榜首的角色 大多是杨子在长相思 中饰演的文小六以及小妖的角色 而这也恰好能够证明 陈湘夫妇终于实现了顶峰相见 即使在不同的作品中 依旧能够让自己饰演的角色 稳站榜单中的前排 而榜首的位置来回交替 恰好能够证明他们的实力相当 沉香如现 的爆火是两人的共同努力 绝非一人之功 而杨子在长相思 中给观众带来最大的惊喜 就是证明他的演技 绝非只会套用固定化模板 我们都知道杨子能够爆火的原因 除了他强大的国民度之外 最关键的因素是他在后期转型中 通过演技成功证明了自己 尤其是他的哭戏 让无数观众表示通过他的表演 被带入到剧情当中 情绪随即也潸然了一下 这么看诚意和杨子真的是势均力敌呀 你认为他俩般配吗